各位,我是警察公共關係科,劉舍邦警司 在昨天,12月9日,在香港華人書院發現了兩個土製炸彈 警方有以下的訊息提供給大家 檢獲的兩個炸彈,炸藥的性質和畫面中 挪威在2011年恐怖襲擊中所使用的是相類似 都是含有燒安成分 當時炸藥收藏在這輛白色的貨車裡面被遙控引爆 造成至少8個人死亡,30個人受傷 而最近那座大廈,有半棟樓被炸毀,可見爆炸的威力相當強大 而昨天檢獲的炸彈,爆炸品處理貨的人員 今早再作進一步的檢查,證實組件完備,而且炸彈是真的可以被引爆 炸彈除了含有燒安成分,更加入了鐵釘,大幅增加殺傷力 爆炸的時候一定會產生一個很強大的熱力 還有一個氣壓,即我們所謂的衝擊波,就會產生出來 而這個衝擊波有一個很強大的威力在裡面 甚至乎會產生一個撕裂的效果,人來說如果經過衝擊波 會影響到你,有可能會內傷,甚至人會接支 檢獲炸彈的位置,是皇后大道東附近一個斜坡 警方不排除,找到炸彈的位置只是一個暫存的地方 不發分子,意圖在其他地方引爆 土仔炸彈有別於一般槍下的使用,它有一個特定的目標,或者一個彈道 其實就沒有了,由於它爆炸的時候,它是一個無差別的 向外的一個擴散,那個威力,所以任何人只不過在這個 爆炸品的一個敵線範圍裡面,甚至乎就算不是一個敵線範圍 他們是有一些保護物去保護它的話,也有可能被它的氣壓 或者被碎片一個折射,對它造成一個很嚴重的傷害 如果這兩個土仔炸彈是放在一個人煙沉默的地方,譬如放在鬧市裡面 如果有很多人在人內人物在走的時候,而它發生爆炸的話 對現場的人士一定是責出一個非常嚴重的損害,大部分的公眾人士都會死亡 憑炸役的數量和性質推算,如果炸彈被引爆 附近50至100米的範圍都會被波及,那就是有多大呢? 以昨天找到炸彈的地方來計,斜坡對開的皇后大道東,整條馬路都會受到影響 如果它發生爆炸的時候,首先它的爆炸位置屬於一個學校的護土像下面 它爆炸的時候,它的爆炸的威力和自製炸役的份量 對它本身的學校或者地基構構成一定的損害